这个都是因 这个主要都是因 你为什么会生病 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有它的原因 你为什么生这个病 有它的原因在 所以你把这个因拿掉 就变成果 因果因果 这关系就在佛教经常讲因果 没有那个因就不会得那个果 所以你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因 你修行了这个因 到之后结果你就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如果是中了地义的因 而不赶快忏悔随喜功德的话 你就会得到地义的果 因果因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五戒里面还有一种 你不可以说法 你不可以妄语 不可以奇语 不可以两舌 不可以恶口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 你患了口业 患了口业的话 也是很严重的一种 很容易患 很容易患 我们最重要 出家人 不打狂语 不打狂语 就是不讲那些 好像是说 那个假的话 假的话不要讲 不要随便讲 你说这个金刚灵厨 是虚空的金刚萨斗传给我 你说所印是佛菩萨教的 这个都不能随便乱讲 你随便乱讲 你犯了口业 你就中了地义的因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对人家讲因果也是一样 你会看得懂因果 那你讲真实的因果 没有犯什么口业 你讲假的因果 诈骗人家的钱财 你就犯了地义的因 所以 业有三种 一个生业 一个口业 一个意念的业 而生口意 就是善业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オマリヴェニホマ 一日子 左奏 左奔 左套 右奔 左奔 左奔 左奔